古巴政府在二零二三年 強制推動數位貨幣 不過這和當地人習慣 手上有大把鈔票的習慣不同 而且店家也不接受電子支付 因此民眾手上有錢 也不會存到銀行裡 再加上通膨還有政府限制 大面額鈔票的印製等問題 現在就造成了銀行現金短缺 古巴民眾在ATM前 大牌長龍等著提款 但ATM機台不是顯示鈔票不足 就是維修中 有人排了幾個小時 也領不到半毛錢 古巴政府為了遏止失控的通膨 並且增加金融系統的流動性 透明度和對貨幣流動 能有更大的控制 在二零二三年強行推動數位貨幣 要求使用古巴Peso交易 店家和民眾也都必須以電子支付 但這不符合古巴人喜歡 帶著一捆捆鈔票出門 才有安全感的習慣 到目前為止 大多數的店家還是不接受電子支付 再加上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 政府限制大面額鈔票的印製 而且通膨使得物價越來越高 古巴人需要更多的金錢 才能買到生活用品 所以就算他們的手上有現鈔 也不願意存到銀行裡 種種原因之下 使得銀行面臨現金短缺的困境 由於古巴Peso在古巴境外沒有價值 因此這場經濟改革 卻導致匯兌波動嚴重 原本古巴政府採取固定匯率 二十四Peso兌換一美元 而為了降低民眾對外幣的需求 變成一百二十Peso 才能兌換一美元 但現在在黑市卻飆升到三百五十Peso 才能兌換一美元 政府的貨幣改革 反而使經濟壓力更加劇 公視新聞 沈陸沛編譯